为正义而战,国会山抗议第二天 正义可能迟到,但不会永远缺失 1月20日,新中国联邦成员要求彻查 隐藏在DOJ和SEC以及纽约南区法院中的司法黑手 与中共相勾结,关闭GTV,扣押投资基金 发起司法阐述的和平抗议活动 为正义而战,在美国国会山之前展开了第二天的进程 现场战友接受了采访 当天,华盛顿DC,蓝天白云,阳光明媚 与好天气相匹配的是一则好消息 曾经参与游说川普政府,遣返过贵新鲜的商人 尼基·拉姆·戴维斯 被夏威夷地区法院判处两年徒刑 罪名是作为中共政府代理人进行未注册的游说活动 并得到趋而免能拥金 现场的战友备受鼓舞 在美国的司法体系还没有遭到完全破坏之前 战友们应用合理合法的手段 和平表达诉求 并坚信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不会永远缺失